是400萬 那這邊的話就是負 負值 那因為這個地方 我們其實指的就是 這一個 這個利率的部分的話 是必須要再除以 除以12 然後呢這個地方的話 B4 是期的話是 月的 以月為單位 那我們借的部分是 必須要給負的PV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也可以在VBA裡面用到 因為在VBA裡面也有 這個PMT的這個函數 那我們這地方的話呢 計算公式 該怎麼來做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這地方點兩下 就可以開始撰寫程式 那程式部分的話 總共包含了幾個步驟 在各位的講義裡面也有 那我就宣告了X YZW 這幾個變數 當然這個地方 在VBA裡面沒有要你強制宣告 可是呢如果你慢慢習慣VBA之後 最好還是要宣告一下 不然的話呢 也是容易出現問題 那最好是你可以在每個變數呢 你要定義一下 這個X是做什麼用的 Y是做什麼用 Z做什麼 W做什麼 否則你最後你也搞不清楚 自己看程式都看不太懂 更不要說別人看懂 OK那這裡的話 首先呢我們分別來看一下利率部分 那利率我講過 因為呢 我利率輸入的話 比如說2% 那輸入2 2的話呢 其實不是 2% 而是2 那所以我這邊怎麼樣 要先把它除以100 才會是利率 所以我把它存在Y 也就是Y是利率 再來的話呢 付款總期數 其數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以月為單位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我們輸入進來 我如果輸入20年 我先把它存在這裡20 那月的部分特別注意就是 最後呢 我在這邊還在乘以12 或者是你乾脆怎麼樣呢 在這邊已經乘以12也OK啦 最後這邊自己放過來也是 看你要在這邊 或在這邊做 都沒有問題 然後呢 貸款金額的話呢 因為我們是以萬嘛 100 那我就輸入100 可是進來的話 必須要再把它乘以1萬 OK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分別取得利率 還有這個年 應該是年 然後再來貸款金額 最後的話呢 我們用PMT 這個函數 我剛剛有講過 其實PMT呢 在VBA裡面也有 那個VBA裡面的話 你只要給三個參數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利率部分 那利率部分就是跟 其實在以12一樣 也必須要除以12 因為它是要月利率 不是年利率 第二個的話要幾期 那幾期的話是幾 是用月為單位 不是以年為單位 所以輸入20年 必須要再乘以12 就是247 那限值的話呢 是負的 所以是負的W 因為跟銀行借錢 OK那這邊的話呢 最後 如果要取整數的話 我就外面再包一個INT 就是 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外面再包一個 這個取到整數 然後呢 把最後的這個部分呢 再丟給mypay 那前面這個me 其實要不要打沒關係啦 me指的就是我這個表單 就是user phone 那多一個me的話 點 它就會去幫你找 mypay的這一個物質